古老的烤鸡钓鱼法让人大开眼界 仅凭四团用来打窝的烧鸡和一根极其简陋的鱼竿 就能将河里的鱼钓了个遍 一个小时左右就能钓上几百条小鱼 为了钓到河里的鱼 必须准备好打窝的材料 将准备好的鸡爪、鸡头、鸡屁股和鸡翅膀放到烤炉里进行烧烤 经过烧烤的鸡肉会散发出内在史诗级的香味 烤好的鸡肉准备好后 将煮好的米饭作为钓鱼的诱饵 加上鸡肉碎进行搅拌均匀 白色的是木薯粉 还有一盆剁碎的鸡肉 这些都是钓鱼必须用到的诱饵材料 木薯粉会让鸡肉和米饭更加有粘稠性 方便起团下鸟 最关键的是这一桶 是由大鱼的脂肪熬制而成的隔夜油 无论是打窝还是下鸟只要沾上这种脂肪油 河里的鱼就会通过这种香味闻香感来 一切准备就绪就开船来到特定的海域 到达特定的海域 就开始将烤成半熟的鸡肉用麻绳绑扎在一起 绑扎好后 沾上特制的脂肪油 这种脂肪油能引用迷惑河里的香 将麻绳的另一端绑扎在木棍上 鸡肉的香味会顺着水流一散开来 为了起到打窝的效果 继续将另一捆鸡肉沾上脂肪油 按一定的距离绑在木棍上 打窝的成本有点高 但对于大爷来说 水中的小鱼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美食 这种古老的钓鱼法被大爷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当地人称这种钓鱼叫做齐普尼钓鱼法 大爷连续挂上四捆鸡肉 这些鸡肉基本上是鸡的四肢河头左肪 为了确保鸡肉按一定的距离漂流在水流中 还准备了一根树枝加以固定 将挂着鸡肉团的绳子按一定的距离绑在树枝上 这样使得鸡肉团整齐滑衣在水面上挑图着 为了能快速引诱河里的小鱼前来觅食 还特意在水中撒上配置好的鸡肉碎块 水流的后方可以看见由小鱼前来觅食 短短的几分钟 就已经有不少小鱼闻香感来 为了能让鸡肉困散发出史诗级的香味 用手不断地揉搓鸡肉 等待鱼儿聚集的时候 也开始准备钓鱼的幼儿 用手将幼儿揉捏成面团 可以清晰看到成群的小鱼前来觅食 大爷并不着急将水里面的鱼钓起来 从水里可以清晰看出这些小鱼嘴巴还长了两根胡须 此时屏幕的你已经不淡定了 但对于拥有55年钓鱼经验的65岁大爷来说 如同老太太行李替手拿把掐的事 十几分钟后 大爷才开始不紧不慢地拿起自己自制的简陋鱼竿 左手拿着鱼竿 右手拿着面团 随便揉两下就直接下钓 上货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刚开始可能没适应 途中经常会有所失误 大爷自制的鱼钩没有到此 钓上的小鱼很顺利地自然脱落 一旦钓上来的鱼直接钓入团仓 在途中有些鱼会钩的态度 只能用手取下来 这样的上货速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让我们欣赏一下大爷钓鱼的全过程 为了防止鱼儿甩过头 在船边放了一块挡板 大爷钓鱼的位置也非常巧妙 在沙洲的旁边进行下钓 海水的流向为海里的鱼 提供了逆流而上觅食的条件 半个小时左右船舱 已经装了不少鱼 刚钓上来的鱼还能活蹦乱跳 但很快就会失去活力 只能选择在船舱里躺 海里的鱼好像钓不完一样 不断地有鱼前来觅食 这种小鱼经过油炸后 用了下饭极其美味 船舱内大约装了两三百条小鱼 钓到足够多小鱼后 就开始用过几浆所有的小鱼装起来 每一个船舱都装有上百条小鱼 就这样一个古老的捕鱼方法 就能养活一大家人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让世界更精彩